你听过得阿娇者得皇位的管桃公主吗 李妙人 你敢得罪我 咱们走着瞧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没有她 汉武帝刘彻 可就当不上皇帝 管桃公主刘彪的出身那真没谁了 汉文帝的闺女 汉景帝的姐姐 也就是说将来不管谁当皇帝 她都是皇帝的姑姑 刘彪就在一次宴会上试探 说也不知道谁将来娶了我那不争气的闺女啊 刘彻赶紧就回答说 我要是能娶了阿娇 一定要造一间金屋子把它藏起来 金屋藏娇这场女的这么来的 于是乎经过管桃长公主的一番操作 汉景帝果然废除了刘彭 立刘彻为宠君 刘彻即位成为了明镇千古的汉武帝 刘彪当上皇帝丈母娘之后 就愈加放肆了 到处讲 皇帝能有今天多亏了我